好 我們的事件部在這邊 有分成不同類別 第一 你看吧 語言文化就是 你會碰到的事情嘛 有重視嗎 這個 對 比方說這個 很多是同音字或是同意字 比方說講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比方說有一個人他去美國開車 然後就看到一個 靜止右轉的這個標示 然後他又不太很 都不太確定 不懂 對 然後這個警察過來 他就問警察說 他就說我是不是不能右轉 Can I turn right 然後那個警察就說That's right 於是他就右轉了 就右轉了 右轉之後馬上 當然就會攔下來啊 他是說Can not turn right 對… 對… 然後他就說That's right 然後轉了 那個無法無關 這是英文不好啦 對啊 文法不好 你以前跟我們剛到美國 然後還在那邊講說 這邊美國的那個導航系統 都很Nice 我說怎麼說 他說你只要轉彎轉對 他都會說That's right 不是…在稱讚你 他是告訴你下一個要右轉 That's right 剛開始當面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很多都會有這種狀況 對啦 所以語言 語言它是打開世界的一個 設施啦 對 要設施 所以語文還是要好一點 對不對 可以學起來 來 總共你也發生過語文的問題 我上禮拜才在釜山 發生一件非常丟臉的事 這麼新嗎 很新 釜山叫韓國耶 對 然後因為 我很喜歡去韓國吃東西 然後這一次到釜山 就特別要去他的那個步道馬車 就像那個路邊攤這樣 一攤一攤的要去吃嘛 然後旁邊的家綺就說 你們是台灣來的嗎 我們就說對… 然後就說 台灣人是不是都很愛學髒話 我就說話不是這樣子說的 因為髒話是最容易記得 你也不用死被嘛 必要的時候也許派得上用場 對啦 然後他就教 他就說那你學了什麼 我說我只學了 誰會死被髒話 對 然後我就說我只學了洗把 然後有沒有更 就有沒有更高層次的 他說有…當然啊 洗把那種喔 什麼啊 洗這一種的嘛 就是加長篇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說 如果說有別的男生 如果要過來跟我們說 請你喝一杯酒 但是我們想要拒絕他 他又很沒有禮貌硬要湊上來 這時候怎麼辦 他就說那你就跟他說卡 就是走開 對 快點走開 把你卡 這樣子嘛 然後我們就OK 好 學會了 隔天晚上我們就幾個女生 想說OK 我們去Bar喝一下這樣 對…感受一下 果不其然 真的有兩個男生就過來 登圖子 但不是我們的菜 他就硬要請我們喝 我們就說不用… 我們自己有點酒了 就是不用…不要破費這樣子 可是那個 他的英文可能就是 也是接收不了 或者是旁邊的噪音太多 然後可能要來扯就對了 對 然後我們就 我就在那邊討論 我就說 我說現在很吵 我就跟那些女生朋友 我就說 我們昨天學那個 叫她走開怎麼講啊 是卡嗎 然後她就聽到 因為我音量太大 我說是卡嗎 然後那兩個男生就 Sorry… 然後說我們離開 因為我叫她滾啦 她以為是我叫她滾 然後我想說完蛋 誤會了 我就說No… 怎麼辦 我不是… 我不是要叫她巴黎卡 慘了又講了一次 然後那兩個男生就 Sorry 就越來越遠… 然後我就越講越猜 我說No I mean… 然後… 然後旁邊的人就注意到了 旁邊的人就說 你們需要幫助嗎 大家都以為我們真的就是被騷擾 可是我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OK… 對 用語言判斷還不太正確 用狀況來判斷 狀況 兩個根本已經喝得出來 那個對不對 已經判掉了 對啊 這個直接叫警衛了啦 來啦 莫期妳也遇過 很久之前有交過一個美國男朋友 我想說去美國找他玩 我要給他一個驚喜 他想要吃鮭魚卵 我想說用鮭魚卵做一個那種 那種蛋糕有沒有 鮭魚卵蛋糕 然後我想說我就默默的 對 因為我就去超市 我想說怎樣 就是一樣都可以溝通 因為我英文不好 鼻所花腳他們應該知道嘛 然後我想不到鮭魚卵英文是什麼 我就說那個魚蛋… 然後那個超商人員就拿那種 飛魚卵 然後我說它的蛋 是鮭魚卵 鮭魚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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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拿魚子這樣給我 然後我想說 No… 類似的… No… 然後他們就一直拿其他的弄卵 還有什麼 E-O…Baby 我說No… E-O… 對 然後又說 Call baby… 我說No I'm a crony baby 我是crony baby 然後他就說No… 你還是自我介紹 對… 因為他說 對 我是 他拿Call baby給我說我是crony baby 然後他就還要拿另外一個 Straw baby… Oh No 對 我說什麼是Trrawberry 我早就問了 我要Fish…Baby… 然後他們就一直搞了一團 然後一堆人就是過來 就是要幫我拿就是 這種各種魚卵 我就說不是… 最後有一個可以幫我翻譯的 那種台灣人 魚卵就是那種什麼鮭魚卵 還是什麼 鮭魚卵 對 然後就是因為後面 已經排了一整排了 就是大家幫我做完這件事以後 全部的那個外國人都傻眼 想說怎麼搞一個英文 就是那個 鮭魚卵 對 就是因為我們在夭壽 要學不到這些字 聽他這樣講 覺得他去這個地方還滿溫暖的 很溫暖的 不理你啊 不理你啊 Sorry 他就忙他的 不會鳥你的 除非你把卵拿出來給我 你吃吧 我只說你都軟 我軟… 吵得軟 對 相對應我們來… 這是小比較好不好 對 小比較 韓國很多地方也不友善 算 日本是因為我們跟他講英… 跟他講英文他很害怕 對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巴西友善 但是不知道他在友善什麼 太熱情 超過了 你到底有多少話要講 對… 停不下來 如果假如非洲應該算還OK 我去過耶 我也去過 不是 我去一次 我在那邊發生過 我在那邊發生過一次 你有住那裡嗎 非洲怎麼樣 去非洲的那個島國叫做摩里西斯 然後非常漂亮 但是摩里西斯那邊有一個 牠們的國鳥叫做肚肚鳥 肚肚鳥是一種就是大概這麼高 肥肥的 然後很好吃 三點水對不對 對 三點水 對 然後因為牠好吃到被吃到絕種了 肚肚鳥 對 牠絕種了 但是因為那個形象太清楚 所以牠們就是牠們的國鳥 然後我去那邊玩 我當然要去買一些 肚肚鳥有關的紀念品 雕刻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想了很久 覺得最適合找到的地方 應該就是牠們有一個很大的事蹟 然後我 對 我就進去了 然後那時候遇到了 兩個年紀跟我差不多年輕的 很漂亮的當地女生 然後我就問啦 我就說 哈囉 Where can I find 肚肚 然後牠們聽完肚肚就 一點疑惑 然後就說 You want find 肚肚 OK 然後我就說 Yeah I love them I want to buy them and kiss them 然後牠們就 就開始笑到就是非常害羞 然後就逃走了 然後我接下來在整個市集裡面 一直這樣問 然後都是類似的反應 還有人會有那種就是嫌棄的反應 然後我就回去找了一個當地朋友 我問他說到底要怎麼問 然後他就說 妳跟他們說妳要買Dudu 然後我說對啊 不然呢 絕種了啊 根本就沒有是不是 不是 然後他就說 妳應該要發Dudu 然後我就說 當地的紀念法叫Dudu 然後我說那Dudu到底是什麼 對啊 D.O感覺就是Dudu 對啊 你是不是念Dudu 對吧 然後我就說那Dudu是什麼 他說 聽一點 我一直在市集裡面 我在跟女生說 我要買Dudu 我喜歡Dudu 我喜歡奶頭 我要親奶頭 這個還不闖禍啦 對啦 可愛可愛 我曾經也是 因為剛到國外就是 你也有 英文真的不好 然後那時候就親少女嘛 然後上游泳課 可是那個來了 怎麼辦… 那個來英文怎麼講誰知道 學校真的沒有教過 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很緊張 最早就學這個啦 很緊張… Y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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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A 結果我就整個全班都已經 跳到水裡了 就我站在岸上 然後老師就越來越兇… 一直說你為什麼不下去 你為什麼不游泳 然後我真的太緊張 我就跟他說I'm bleeding I'm bleeding 真的 你跟妳講…可以啊 對嘛 聽起來懂嘛 然後老師聽不懂 老師說Where 他說我Where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看他 我說 There you know There 然後老師就說I don't know這樣 然後就很兇 我就越來越害怕… 結果到最後我就要跟他說 我有要用那個女性用品 可是連這個我也不會講 結果我竟然講說 為什麼也不會講 I use diaper 就是 這麼大 太大包了吧 然後老師才突然聽懂我在說什麼 好像也很尷尬 OK… You go back to the dorm 這樣叫我回宿舍去 那這種你要怎麼辦 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查 到底怎麼講 對啊 現在比較沒問題的 翻譯機 翻譯繩機 都很方便啊 對啊 現在有那個眼鏡 戴著 那個好厲害 他有慈目是不是 對 有慈目 出來對方講的直接用中文 對 他的英文就在裡面 我應該最丟臉的事情 是我登出來台灣的時候 真的超丟臉的 我那時候還在士大學中文嘛 所以那時候的那個士大學 對面有一個夜市非常有名 超喜歡就是下課去那邊吃東西 結果我找到了一個 新開的義大利餐廳就進去了嘛 我就走下來超餓的 結果我那時候真的 中文是真的非常的差 我找到了我要吃的東西 可是我將不出來他的中文名字 然後服務員一直在我旁邊 等我去點菜嘛 然後就自己跟自己murr嘛 我自己跟自己murr 甘莉娘 甘莉娘的中文這麼講啊 甘莉娘 甘莉娘的中文在 結果我在那邊一直跟自己murr 服務員以為我在開他的玩笑 你們這些老外 來台灣就寫正話什麼… 就在罵我幹嘛的 而且還講台語的咧 而且很大聲喔 其實那個他就是巴西人的話 對嘛 我是不小心的 結果新陳的人 就在看我在那邊罵這種話 然後敷衍隊友是醜臉的 諧音啦 不討厭語的吉馬 真的… 就把整個唱歌是超會的 對… 超丟臉的 還有什麼電燈泡也是啊 人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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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這也很大 人怕大 燈泡 黑牛也有這個經驗 如果你參加那個台灣原住民的活動 你就是讓原住民有多熱 他們都很興奮 很High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屏東 大家那個排灣 他們的瘋點劑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是要拍片 我們的計畫的那個女生 就叫做Mulu Mulu 對 前面對 前面大家對我們很好 很開心 我們說Mulu 大家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Mulu 怎麼了… 什麼了… 然後她就說你們不該說Mulu 這個字不好 我們就說SORRY… 然後有一個人就跟我說 你知道我們的語言 Mulu就是女生的那個嗎 Mulu 女生的Layer 就是Layer 對… 有嗎 對 台灣那個 對… 台灣 台灣 還管到那麼快去 這個太難了吧 我們都不知道 誰知道 我不知道 對啊 我就是不是不好的字 可是不可以講他 對 他的名字 對啊 可是那邊有很多小朋友 老人 年輕人 太難聽了